为什么你挣不到钱 哪怕是挣到钱却留不住 圣贤早就告诉我们厚得载物 你拥有的每一分钱都和你的品德成正比 我们获得的钱外在的东西叫做羊 而我们的品德是阴 如果挣来的钱超出我们品德承受的范围 就会出现阴阳不平衡 此时必须出现一方的减损 要么你的品德上升出去 去平衡物质化的羊 要么你多捐款把羊降下来 以维护好品德治的阴 人生最忌讳的就是德不配位 如果你挣了块钱 又没有把品德升上去的时候 客观大道就会施加惩罚 要么伤财要么伤身 所以当你挣了一点钱 你要思考你能不能配上他 只有行善积累厚厚的功德 才能承受得起 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